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猛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啤梨猛步》 小哥 我想先问一下 好 说诈变原区之前 刚才说到 在那边的夜准会 原来也曾经很 很繁荣 风光过很多大陆人 光顾到那里 起楼、做事、赌钱 你说一千元美金 就坐桌 五千元美金就上房 要陪你吸毒 是啊 当时里面在监房 玩的微烂程度 可以去到如何 都很开放的 因为去解暴寨 你斯文人尽量不要去 一定要有背景 背景是什么 不是黑社会 那都不用说 这些 解暴寨是什么人去的呢 我去了两年 去的 走路那些 例如澳门 台湾 香港 大陆有十几亿人 那么多个省 很多都是贩毒 抢劫 杀人 那些人全部都走去西港 哇 西港很老 你够胆就行了 大部分那些人 但是 三三 对 那些人不要命 这些人少些 那时很繁荣 那时为了钱 全部拔枪 因为个个都养着一班军老 个个都有枪的 就是 一会才说我那些 你很容易令到人坐牢 你肯给一千元美金 你就可以随时混一个很无辜的人 混七天的 如果你想混久的 就多给几千元 即逃犯天堂 逃犯天堂 你检查 为何中国 2019年818之后 会派那么多人去抓人 他就是 他跟安保寨警方联络住 检查到你的IP number 全都在西港出来 西港哪个位置都知道 不是一路去抓人 或者是越境执法 是 两兄弟 红心看到习近平跪在那里 唐发习近平是大哥 总之是两兄弟 你刚才问回 我说斯文人 尽量不要去 因为你那些背景 就是你要认识到一些军老 即是街高层那些 还有你去西港 你起码是监狱厨头 一分钟拉你进去 警察局那一区的厨头 或者一些政要 有能力的 当然是按哪个位置给哪些钱 就是你如果升不到那些 是很危险的 你或者被人挖回头也好 总之你带不了钱走的 你带钱来就可以了 你要走 你不要说赢了钱 中了多少你 就危险了 你一出门口 刚才有拦车港的 他们不用的 走过来 一隔着你背脊 你就知道什么事了 就是命都没有的 就是去这些地方最低调 但是你做人何必呢 全世界这么多地方 我去赌钱 但是那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呢 因为他给了credit你 就是等于我老师 我随时给100万 200万我去赌 喂 你的护照给了他 喂 你的能力就打回他求人 是不是 那么你很危险的 如果你是一个先民人 你没有背景去做什么 赢了赢了一点点 你们的洗费又很厉害 总之你没有这些军方的背景 或者有关 这些国家尽量不要去 你会很吃虧 很吃虧的 就是着素没有利益 吃虧的有利益 你还有想说什么 就是后来 但是当日你为什么会去呢 刚才第一 人家叫了我一年了 2018年已经说了 因为那里的小费那么多 用美金的 老师你这些胶子 这么聪明 你都应该去逛逛 但是最主要有个赌场 开张 就是叫做世企 就是个人都知道 我个人都知道 开的时候 是全西港最大最美的 这个又很有能力 就是他 我无谓说了 这些大哥的名字 我就做 我就帮他辅助Marketing 他还有个身边有个亲信 其实亲信 在Marketing 就不是很厉害 所以他要找我 帮着他一起去做 因为那里是很多大陆客 没有生意 为什么没有生意 我都解释了一句 因为你原本西港只有那几万人 最高就去到40万 自从2019年818之后 班班机去的 只有一两个人 西港有个机场 很小的 走就班班都满 就是走了成30万人 你一个地方 没有了几十万人 你就没有生意 为什么会有生意 以前 就是2019年818之前 就是 他就是 叫做什么 声色犬马 很厉害的 贩毒的 找到钱 例如我找到的 我就找到钱 做小姐的 找到钱 有几十万人 都是找到钱 那找到钱 那些人 我是 一会儿可以说 园区那些 就是很多 我做到的 现在大家上网都知道 很多 Citypack 也很称派 有很多 很多网做出来 或者很多赌场 我有二十张桌 有家酒店 就是我的赌场 就是这么简单 根本他开什么 他都知道了 那些人是找到钱的 找到钱去哪里 找到钱的人 一天去夜总会 声色犬马 手色财气 去夜总会 接着吸毒 就是这样 有几年 有这样的光景 在西港 就要赚很多钱 但我去 就去得迟 就是那些人就撤退 包括去赌的人 已经少了 赌钱的人 就变了净 那时 大哥就投资了很多钱 十几亿 就是港币 那个赌场很靓 现在又没有生意 就帮他看看 就告诉原因 给他听 后期 他就可以做配马 就是变了 这个人 因为赌的大部分人都输 那里是有些客人来赌钱的 我们又不放钱 就是 后期谈到你没有生意 你养育很多人的脾肺 一个赌场 是很大的 你人工 PA牌 监控 总之有很多钱 他亲信 他亲信跟我说 小时候你想想办法 有什么 老板可以肯配马 配马的意思是什么呢 骗你 有些客人 赌钱 他骗你最少五万美金 你赌五万美金 如果他输了这五万美金 我给了五万美金 一个月数期的赌 这叫配马 其实我已经杀了他五万美金 我才再给五万美金 他 其实我风险不大 大家分析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我答应他做 那时候 那个月 我现在都害怕得都不敢碰头 因为很凶 配 就很好生意 你给五万 其实中国人 那些是来赌的 都很聪明的 你一个月 我输了 我第一个五万输给你 可能未来五万我赢回 但是很多时候 都是输到十万元 他那五万输了 再输五万 这五万 就一个月数期 那时是签好合金 佣金好像给到1.8 都是很高的 我跟他的亲信 有没有人赚0.2 就是 我们给个赌客1.4 我给他0.2 0.2 不是 1.8% 很少 因为我都说 赌钱赌场赢 是赢2.89 如果有兴趣 我就告诉你如何计算 很简单 我们是赚了两点子 两点子 你赌多少 一个月赚十万八万 港币 不是美金 就是够生活 那时 我有人工去 投了两三个月 五千元美金一个月 后来到第3月 没有生意 都没有良出 你都要靠自己 就是这样 call客 其实是call在那里 赌开那些客 因为他的赌场很漂亮 你变了很多人都愿意来 call那些客 做我们有配碼 只要这样做 我想做了三个星期 美国一个月 突然间二十几个警察 要拘捕我和那个朋友 什么都不用解释 总之拘捕你回警局 没有原因 没有原因 后来入到警局 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家里有多少钱 我就没了钱 很惨 想死 因为监牧寨坐牢 第一拘捕你坐牢 你没有钱 你是大铃铛的 即是不用拘捕 没有的 不用拘捕你 一捉了你回去 慢慢等 最简单的七天 七天内你自己跑钱 他说你跑五十万 我放你美金 哪有五十万 那就没有了 我直接扔你入监仓 法院都不用上 扔你入监仓 你自己想好他 我这个朋友 他有个弟弟 在澳门做立法会议员 问了他三次 你有没有骗人 你有没有 你骗人 我有办法 他说没有 三次 你真是讲真话 他和我一起 他是叫我大家一起做的 我说我们 斗铃都没碰过 有镜头有监控的 你明明我骗你钱 我都有拿过你的钱 譬如我现在有个人来配马 我配给他 那镜头给他 不是给我们 我赚了应得0.2的佣金 他老板就听下面的人说 因为他不要生意 亏大本 那三次没有 你相信他亲大老 OK 我和你找最好的律师来 打官司打了四个月 我如果没钱 我死了在柬埔寨 因为你没钱 你吃什么东西 知不知道 香港 我不知道坐监如何 有凡有信 他那里吃的饭 灰色的 只有一个汤 那些汤就是死的鱼煲 很腥的 你吃不到 总之你看到你会有反胃的 还有你没有衣服穿的 好在他抓我时 我自己有二千元美金 但一进去二千元美金 他一千元都给了监狱的人 你要给老板 剩下那些要自己买东西 原来买东西 全部要钱 买牙刹 铺在地上 铺了毛巾在地上 就是这样 你那些钱就要买菜 多少箱塞在一起 小的就是八十至一百个 好像现在这里 我想六十人左右 肩膊贴肩膊的睡觉 那时候是想死的 到你给到钱了 你能够给到 我不记得给多少钱了 有一些就是专货外国人的 例如香港人 大陆人 给得起钱的 去那里 另一个仓 就是松一点的 就保证你有粮葱 因为那里没有制水的 是 你很热的 因为这些减毛债 就在那里 后来就 幸好我那二千元被他扣留了一千 那一千元就是 用了那几个月 就是有得吃东西 因为他也有些人 坐牢的人 顶包了一些 因为很多中国人坐牢 就是大约 至少佔十几个百分比 又 那些减毛债人 被那些 就是你坐牢的人 要休息 打架了 就是叫你洗厕所 或者叫你起床 哇 一不走过来 就是喜欢用脚的 你知道那些 就是泰国减毛债的人 哇 很想我们是中国人 就是他 若我都给面子是中国人 就是他觉得中国人有钱 就是 就是在那里坐 四个月 就是一路等 等那些律师 一路你 你先挨住 怎样挨住 那些卫生又怎样 你哪有卫生的 哇 那时 就是 就是 那段时间 未到COVID-19 但是 就是 都是差的了 一旦有病 就很麻烦的 就是 你药 你知它都是很普通的药 那些药 那些药 所以打算死在那里 就是 你什么药都没有 你会吃什么药 唯一好处 你没有酒喝 我又不吃烟 那就好一点 那么多了 都受了几十万 就是吃东西 就是吃餐吃都灰化 不是 开头就是大礼物 开头吃不到 根本就是 是后期就熟了 那很多中国人 看到中国人 教我们 怎样 没有钱 可以给钱买的 就是你买 就好些 可以买个公仔面 就是叫他煮来吃 就是这样 你买了四个多月 就是出发来 出发来都不能走 所以我现在 很多人都说 我都没有联络 我说 你透露了我的电话 拿回来 可以 五千元 美金 我说我的电话很便宜 我说我的资料都在那里 五千元 就是浪贵 总之什么都钱 他不理你 他以为你是iPhone 总之他觉得你 你会很讨厌的 如果你是一个很正常 香港人 你会很讨厌的 总之一样都钱 没钱 什么都没得携 这个国家 我就是所以很不明白 我们超哥 为何要去 又说要签了32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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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认为他买东西 你是想叫一些减锋财人来投资 根本就希望我们香港人去投资 你如果真的扭 你笑到便宜到你不信 100元一层 最多200元一尺 就是在西港的楼 整个洞洞 都不知多少洞 就是现在是 南眉 当然多 你那十年都有人走了 包括那些工人 就是有钱的 很多都很难倒 就是去投资地产那些 那你还想知道关于简牧储 诈骗 是的 其实我最想说是这件事 讲诈骗 刚才我又说了 原来一个好人 比如说我老板 为什么我一直都不叫人过去减锋财 就是赌钱呢 他都给你资金 喂 我给你十万美金 你过来玩 赢了你又拿走 输了你就争住 当然敢哄人 我当然见过很多例子 就是过来赌 赌赌完 你输了 你的护照被人住 你走不到 喂 我也有成本的 机票各样东西 喂 你输了十万 你什么环境给你 五万元先 就是说一下美金 你给到美金 你回去再给 但是那五万元要计息 这个是最正常 最基本的 但是很多没有钱 那你就逼你了 喂 你这样不行 你住在哪里了 拿去护照 就困住你一班人 我给你个电话 你打了 你有哪些朋友 你尽量跑 那你刚才 那些 阿兰姐说的那些女儿 我说的那些儿子 那些 一会儿我再说 KK圆区 缅甸那里 那里 就在柬埔寨 献身出来 有很多这些人 一过来赌钱 赌钱你要赚钱 那你不赚钱 你就逼你了 嗯 就逼你了 你好像烟头烂 是经常有 你老母 你电话 你在香港说 你老爸老母 你阿哥阿妹 你打几个 明天再打 在电话说到哭 流眼泪 你真是救我 这样的 就是去哄你们过去 另外就是 刚才我说 你去到缅甸 KK圆区 缅甸那里 有些人又说 我住了两年泰国 我其实回到香港很短时间 香港我的环境不好 那个standard of living 那个生活水准 因为我用赌场熟 就是赌 我有个朋友赌钱 叫我去陪他去新加坡赌钱 因为我认识订房 订车 盛夜哪里 接着他请了五千元多次给我 就是第三万多元 原本我回到香港 如果你想想回到香港 住又没得住 不如去泰国走走走走 有个朋友 叫我投交台湾朋友 就跑去泰国住 一住就住了两年 有些兄弟 有些朋友 就知道我在泰国 就是这么巧 KK六月 就是那时候爆发了 就是他 有几个人 原来香港人 有些很想赚钱 香港就没有能力 赚到钱 很多人会哄你的 康正说过来 保证你赚大钱 怎样你那么聪明 认识那么多人 好 保证你赚钱 一说到哄得好 一去到 先去泰国 去泰国 就找 我不知道你们试过没有 去泰国 缅甸、柬埔寨 新加坡 以前我们有的 你要赌钱的大客 找警察接你 乘客车 贴士 一二百美金 接你出来 找个Alpha 接着你去洗澡 先洗澡 你去Body Massage 去完 如果你都还没够 吃餐好的 接着去夜总会 玩得开心 今晚 我们明早出发 入缅甸 那几个兄弟 不明白 年轻人三十岁左右 不知道 一落机 你要过关 和你查到Immigration 那一关 你就承托护照给他 过完关 其实他已经拿了自己的护照 好了 你这班人来 他来之前 好像康正 我不怕你 我给你二百万令 我都敢 但是呢 我过不了自己的良心 香港就是有这些 喂 就算不打到你 仆街 都折磨到你 就算你有二百万令 出来 这个朋友没有了 你肯定是 和老爸老母 哭到想死 拍一些视频 给你 打过来 怎样虽然 怎样虽然 虽然 怎样虽然 虽然 没有虽然 你便说 怎样虽然 兜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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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会倒你 他要你还打电话 让你吓救命 让你给视频 看到你 你真是爆光流鼻血 我再说 有实例 这几个人 很开心 跟着他们一辆车 坐了七个钟头车 那里交界 我不知什么 去缅甸 都是要过一条河 爬山再过去 那里就是军区 那里就是很出名的KK乐乐 一去到 OK 就告诉他们 你们这样过来 每人花了我一万元美金 机票 吃饭 夜总会 车钱 我们做些什么 你想走 不要紧 我都是做生意 那日子来 都叫到名的了 每个都叫你老母 都寒着 那些缅甸的人 都不懂听广东话的 寒着枪 每个都持枪 就是每一个区 每一个园区都有一班军佬 缅甸是很多来乱的 他又有其中一个军佬 好了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 识得的 一万元 你 我赚一万元算了 不识的 我要赚两万元 我赚一对开 就是他讲得很有道理 我在你们身上 我花了三万元 就是一万元的成本 我要赚的 对吧 很危险的 好了 你们自己随便打电话 打电话文借 其实 过得去 每个都很惨 都没钱的 问家 有些还有能力 好了 跑到 在展远间 有三个兄弟 不是我的兄弟 我的朋友的兄弟 很想帮他 在香港和他筹钱 只是筹到两万 但也有一个大哥 很出名 我不好意思 不要说了 因为他在那裏 才是他担保 因为这间 可以将他去战彩 这班古惑仔 有澳门人 大部分是做事 大陆人 有老根 就是香港澳门的古惑仔 在那裏做 其实他的目标 就是赚钱 他不想杀人 不想要你什么器官 他已经告诉你 你就打电话找人 我要奖 你什么一万元 两万元你都跑不到 不是吧 就是一路吵到 就在那裏打电话 你搞到的就行 找我大哥 都算聪明了 两万元搞定 就是他们赚了一万 是一次 是一次而已 跟着搞定了 就是大哥吵到那裏 你别妨礙人来找食 人家就是要找食 你又不幸 你们又贪心 想着这么好赚 他想着你来 你帮我看着这班人 打电话就可以了 你不用做的 开头哄你来 那时候我有班人做的 不是你们做的 你帮我看着他就可以了 做八个小时而已 你知不知道一个园区有多大 现在 其实华哥都有投资的 就是叫中国城 过万人的 最小都是几千人的 那个园区就是一些军队控制 你这班人不准出去的 一进来 护照处员部 他有个部门控制住 他说在园区里面 有夜总会 你可以捏脚 踏骨 吃东西 因为在园区里面 刚才我说 是怎样做呢 你就打电话 除了你救你自己 去熟身 或者有些人 我都没能力 就帮你诈骗 现在很多 喂喂 猜猜我泄水 现在很高科 很厉害的 因为呢 因为这班人 很多台湾老友 很聪明 做诈骗的 好像台湾传去福建 怎样传出去 根本已经做好情细 你们一去到 一般小组的六个人 有些八个人 十二个人 一组人 你就负责骗 你现在诈骗 很简单 喂 公安部 就接载了 公安部说你什么什么 其实他在旁边 你明白吗 他经常知道一件事 你这是鱼来的 看你信不信 你现在怎样 知道不信 其实他们都是在做这件事 但是他们很均深的 因为他们到亦有度 赚钱 你做不到给他 我要求赚两万元 好了 我现在做这个案子 譬如你打这个 骗了个阿婆多少钱 你看到的 譬如你十足 四成就给了园区 老板 接着还有六成 那六成 做主任的 分两成 接着下面有两个 第二个分一成 其他就是五个巴仙 有钱分的 但是没人工的 就有钱分的 有钱分的 那些人就出去 在园区那里玩 有些人喜欢在那里做 有些人有很多朋友 你又捉了个老衬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香港 那么多阿婆 那么多 他们用了这些招 根本在大陆 他们是针到一些不聪明的人 我现在告诉你 现在来他们搞些什么呢 印度 印度就刚刚起飞 现在印度有钱 很多人 也是很容易中招的 现在电脑科技 又电脑科技 就是不好了 现在的AI那些奇述 还有他很多那些 没有什么学会的 如果你认识 按电脑 当然很快 他都没有学会的 就是 譬如他有个阿头 他是专家 他说了出来 你讲这段话 他就立刻变成印度 变成印度话 也有印度人做 你知不知 香港也有 是 香港巴基斯坦也有 印度也有 他们明白 就跟他只说 你一上吊 他一路打100个电话 500个电话 你有1% 500个电话 多少 50个 就集中这50个 这50个有机会吊到 就慢慢去对 做到回来 赚到钱 按个比例分 有些人愿意在做 有些人回来香港也没用 园区就是这样 你说很多 刚才KK是其中一个 园区是很多 有很多个的 就是缅甸也有 解墨也有 但是呢 现在因为 共产党的压力大 我们重量不要搞这些 特别是 KIDLAT那些 就是俘虏那些 有些人说 在泰国有夹夹什么 是 因为呢 泰国都是比较先进一些 就是泰国政府都不准 好像昨天还是前天 有一宗 昨天 四个香港人 说饭毒 我未知什么事 分钟死刑 或者无企图 因为泰国 打击毒品很严重 因为美国很给他钱 他连年都要交供货 我又抓到多少毒贩 他就好像是大漫合法化 他迟些人 我不知道了 你开心水 Cavin 陆安同 我不是很懂的 那些东西是不合法的 但是 泰国也是贪污的 你有能力 你就放得了 但是这些断症是危险的 在泰国 但是解暴宅是有办法的 总之你抓到判网 也有办法的 因为我有个朋友 就是 因为我坐牢 他说 你回来解暴宅 你在监狱你就熟 你就跟哪些人 判了十年 二十年 那些 有没有钱 打电话给他 我一定能够救他出来的 根本是有些很高层的 就是叫我们回去 你做这个中间人 那你做得到 我给你一两成 那你很好玩的 因为你起码都二三十万美金 有些五十万 一百万美金 那些重犯 就是按多少公斤毒品 现在解暴宅 缅甸 老窩那些 一定有的 因为你有这些东西 那些人去赌钱 你都迷迷糊糊 你都不知道什么事 所以我奉劝网友 没必要 如果去赌钱 澳门 军新 美国 英国 甚至新加坡 这些落后的国家 我告诉你 你有赤底 是没有好处的 你赢人少少 但是你一输大了 你就大了 不是好像澳门 放你走 澳门都说被两个人夹着你 你刚才阿兰姐说 在那里报警叫救命 你一个 你已经叫救命 他在那里按钟拉人 怎会被你过去 你明白吗 你在那边 你没可能 总之不要贪这些 还有赌 害死人 我搞得自己这么惨 我很不甘心 因为我不是赌钱 我是放大 别人撑我两亿三亿 我把这些钱放大给别人 我是这样出事 我自己赌钱 杨秀成最知 我们怎会那么笨 坐大一点 第一次我和他赢了百多万 我们不是笨子 怎会赌路到现在那么多 才会出事 但是人们会贪 贪是什么 我不是贪赌钱赢 是贪心 林康正来 我给你一百万你赌 好容易追 我给你一百万你 因为我觉得你信一个 给你二百万你去追 一追了 第一 我不会给佣金你了 你赢了你会醒我的 我又有佣金又省 这个是双赢的 但是我那时没考虑到 原来你会输的 我有几个大客 有一个在北京二千八百万 他叫我上海收钱 他收钱 他是规空供款 我第一天他说 我明天才见你 你今晚去夜总会 找些小小的陪着我夜总会 然后第二天立刻失了钟 原来他病了 在新世界地牢那里 拿了一些农药自杀 被公司发觉了 撑我的人都不信 后来我去到八宝山去拜他 所以我自己很过意 有一个 我出了事 立刻担保我二千万 原本他 这些当然是 就是 Loka 饭毒 以前是饭毒 如果你想出池之后 又是想汪沃 他去制毒 在菲律宾 拉了 现在十几年了 以前是打了电话出来的 你认知那个独特议 判死刑 我现在都不知道 生还是死 变成这两件事 其他有五百万 几百万很多 变成影响我一生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人赌钱 你赌钱 我教你们 但你一定要听我讲 例如去澳门 你要怎样去澳门 去拉斯维加斯 去哪都无所谓 但你一定要懂得走 你要知道 因为你一赌钱 输大了 你输了个人性 现在很多出事 就是输了 不忍耐 不忍耐 刚才听到拉姐说 赢了五万 有七万收 不回到菲律宾 他好些 找黑社会 或者大哥去收 有些不是再赌 一输了就是这样 出事 赌钱玩一下 娱乐 不要搞到这么大 好像我 我不甘心的 我们自民 好像康主也不赌钱 最多我见他买五十元 这些是健康 有得看 赢不赢 赢了又可以拿一下 输了又可以拿自己 多谢小哥今天也好 真是警示 最后说一下 阿比利素说 月饼明天后日会来 一来之后 就会通知大家上来说 所以大家就不用心急 今天很多谢 又有江少 又有兰姐 又有小哥 好有机会 多谢 再聊天 谢谢 有缘再聚 拜拜